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车内静静地等着朋友出来 突然一抬头 我大吃一惊 我看到正对面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 披麻带笑 并有人手持一些法器 朝我这边走来 我突然心里一沉 今天约好 办三件事情 怎么会 一早就遇到丧事 难道有什么不好的兆头 按照中国习俗来说 这是黑市 不吉祥 我突然发现自己 真是自私我直 封建迷信 不就是送葬吗 别人家死了人 关我的什么 没运了 生老病死 是人生的规律 无论谁都逃不过 而我作为一个修行人 看到别人死了 内心不生慈悲 反而感觉 触眉运 我修得哪门得行啊 一念醒悟 我马上站在路边 目送着送葬的队伍 口中不断送持 南摩第三世多结相佛佛号 南摩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祈求诸佛菩萨能加持他 往生极乐或投生善道 并且为他回向功德 当然 那天办的事情很顺利 并且我也制止了我的合作伙伴 准备购买西山老母鸡 而杀生的行为 他为此也深受感动 我在想 如果那天我执着在 遇到了不吉祥的事 那可能自己的心情会受其影响 二 是人在开车 不是车在开人 我的一位朋友是司机 他开车非常稳 很少有急刹车或者故意抢到 抢红灯的现象 他经常说 是人在开车 不是车在开人 人不能成为车的奴隶 更不能成为情绪的奴隶 安全第一 有一次我就见识了他说的 那时 在开往环城快速路的入口 车子已经基本进入主路 这时 突然后面传来紧急的喇叭声 一辆大巴车急驰而过 眼看那辆大巴车不刹车 从后面冲来 他赶紧让开 让那辆车开过 我惊出一身冷汗 很是生气 说 这是神模样的 路霸司机啊 朋友说 这种情况 可能是 大巴车前面的速度较快 再踩刹车的话 惯性很大 他难以掌控 所以我们必须让他 这件事 给了我很大启发 我们平时开车时 会遇到一些司机开的车 很不守规矩 但 站在他的角度来看 可能他 也有他的难言之隐 因此 互相理解一下 就会避免很多的事情的发生 与人与己都有利 文章来源 今日头条佛教新视野 重要提醒 内容仅代表作者的 学佛之见和个人受用感悟 只有公文南摩第三世 多结相佛的法音 修学 即胜解脱大手印 借心经说真谛 和什么叫修行 才是最正确 快捷的成就之道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窝 感谢您的观看